- 趙委員好 - 您好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請內政部陳次長 跟警政署同副署長一同好嗎 謝謝 昨天本人正事先揭露了2月16號那場的會議 昨天你們的司長陳司長很嚴正的跟我抗議 說那個部分並不是換取羅盈雪去中國大陸訪問的門票 它是一個通案 它是一個適用於國際的什麼樣的一個原理原則 結果經過今天很多委員的質詢 你們前後不一 胡說八道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在朝你來一個嚴正的譴責的決議 我想要再次的請教你 2月16號的會議到底是為了什麼召開 請你詳盡說明 我是不是請因為這個開會是由那個法律 就是兩國兩師他們事務官裡面說 我剛才給他看那個紀錄裡面 發的那個所謂開會通知都是低階的 我們講的說低階沒有貶損的意思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決策的 他們可能是一種事務性裡面的協調的事務 是為了什麼召開的 剛才那個我們代副市長跟我講 就是說因為弄回來的那一件 那個菲律賓的 結果那件案子裡面因為都沒有東西 這個人走掉了 所以到底應該要為這樣子的事情如何來處理 他們說是為了這個而開會 類似的事件有沒有什麼樣的原理原則法理基礎 是這樣嗎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可以這麼說嗎 好 你知道你們開了這樣的一個會議啊 代價有多大你知道嗎 整個你們用的法理基礎 有兩個 一個叫做審判便利性原則 一個就是屬地主義原則 這兩個原則都是現在 中方 中國官方所宣稱 他們擁有管轄權的法理基礎 而這法理基礎是由 我方的法務部所做的定調 我想要請教一下代副市長 你昨天說你很委屈 你被媒體扭曲你的意思 可是您知道您的 那樣的表述 我先給您看一份 簡訊 那個LINE的簡訊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是今天 有關於中國駐台媒體 包括大陸的 包括港澳的相關媒體 他們所收到的一個簡訊 這個簡訊呢 我已經有把它重新用繁體字打過 因為他們請求我 不要直接把它揭露出來 以免他們會被知道說 因為中方的媒體在這裡 他仍然會受到 在大陸方面 比較言論警控的 這樣的一個限制 他說啊 陳鋒指示 他定調 他說這件事情呢 有關肯亞詐騙事件 針對台灣人移送中國部分 在報導的評論要注意 他強調說 這一次的詐騙案件中 中國人民是受害者 而中國官方公外部 包括台辦 已說明司法管轄立場 台灣司法單位 也承認 中國有司法管轄權 也就是說 您已經成為了 現在中共官發最大的話柄 他說你自己宣稱的啊 你們台灣的司法單位宣稱 我有管轄權啊 你們還在那裡說什麼 說善道士 今天所有的媒體都被定調 他們的 我後來去找了媒體裡面 看到他們的國台辦的記者會 也如此定調 我們看到環球時報 這個最鷹派的報紙 某種程度也反映了 中共官方鷹派的一些聲音 他說台灣 請你自己給自己留點臉 教訓你啊 教訓你 他就說啊 他直接指稱 0310這個案子 剛才姚委員很多委員都有提到 他就說喔 你們這些人 放回去給你們 結果呢被侵判 緩刑 嚴重打擊 大陸的檢警事情 所以他宣稱 大陸不願意 再就此與台方合作 另外 也提到了所謂印尼的事件 也就是昨天我們陸委會的下主委 鏗鏘有力的表達說 這幾件事情裡面有個東南亞模式 結果 大陸把你打臉說 就是因為這些模式 所以我以後不要再跟你合作 我要請教您的是說 這當然我們 知道是他們的立場跟想法 結果我萬萬沒辦法想像的是 我們台灣自己的官方 給他這個法理基礎 給他這個管轄權的論述 讓我們今天不僅人帶不回來 六月六號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還要被用媒體這樣修理 我請您再表述一次 對於這一些案件 包括過去菲律賓的案子 印尼的案子 包括現在發生 還正在發生這種坑牙案子 台灣中華民國法務部 到底怎麼看待 我們的人有沒有管轄權的問題 我們昨天已經發布了新聞稿 我們有管轄權 而且我原來的新聞稿裡面寫了非常多 最高法院的判決 從民國97年開始到去年 都有成名判決 我們有管轄權 這種案件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本來就有管轄權 而且這個在前面幾次記者會 我都一直這樣子表述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還是必須要講 當時是有記者在問我說 大陸對於這個事情有沒有管轄權 因為有個行為地 有個結果地 我學法律的人 我一定要講說 這樣子是有管轄權的 我是從法律的角度去思考 今天被扭曲被運用 這個我說句實在話 沒有辦法去承認說 我是迎合大陸的說法 因為那時候大陸他們那邊 怎麼樣的一個想法 或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論述 那時候我們是沒有這樣子跟他們討論 而且這個事情 在肯亞發生的第一時間 4月8號當天 我們就已經打電話給大陸說 你們這個人要還給我們 因為當時我們法部認為說 他們在當地的程序 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看到了就是 對 我對於您現在這樣的一個表述 我表示尊重 但是我告訴你 為時已晚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現在的表述 當然今天都有公報紀錄 我們尊重你 我也要求你必須要這樣表述 但問題是 你2月16號的公文書 2月16號的會議紀錄 很多委員一直要求你們交代清楚 為什麼開了這個會交代不清楚的 這個會議紀錄 明載了 中國官方擁有屬地主義跟管轄便利性的 這樣一個法理基礎 所以我可不可以在這邊具體要求法務部 2月16號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你們必須自我澄清跟解釋說 那只是其中一說 不是法務部的立場 你願意這樣子承認嗎 因為我不是一個決策者 所以這個我當然可以回去報告我們的主管 然後呢做一個決定 而且我在這邊必須要說明一件事情 為什麼現在這些案件會牽扯到法務部 是因為要法務部要找檢察官開區票 就是說從境外把這些人帶回來的時候 你要不要用一個刑事案件去看待的問題 我必須要承認我們沒有辦法開區票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那個第一時間 他們到台灣的時候 對他們做什麼樣的人身自由的限制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案件 所以我們只能從這個法理基礎告訴我們的 陸委會還有外交部說這個案件 第一個台灣是沒有的 第二個我們沒有辦法找檢察官去開區票 去把這些人用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 在飛機上面就把他限制人身自由 然後一直壓解到飛機下面然後給他做筆錄 我說我們法務部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所以因為我們要這樣子說明 所以我們要告訴他們一些法理原則 因為我們手上沒有案子 我們法務部手上沒有案子 我們檢察官是 起碼就是檢察官也沒有告訴我們說他們有案子 然後他們要請求大陸或是請求肯亞 去把這些人送回來 我們法務部是一個行政機關 我們不可能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所有的案件 之所以會要來問法務部的意見 是因為我們必須要說明 我們不可能開區票 我們也不可能在當下就立一個案件 因為我們手上什麼資料都沒有 所以才會來問法務部的意見 我知道 這是你們召開不是來問法務部意見 這是你們召開的會議 你們把大家請來開會 你剛才講的那個行政交代得非常清楚 我終於知道你們的立場跟想法 那不是羅部長自己的想法 是整個法務部的心態就會認為說 因為大陸太重視這個案子了 兩邊的法律又差那麼多 所以我們基於兩岸關係也好 基於大陸的憤怒也好 基於紅色追擊力也好 因為他們在台灣會受到的是比較侵犯 所以乾脆我們建立這個法理基礎 都讓他們處理算了 是不是這意思呢 不是完全不是這個是回到剛才我們講的 人回來以後要怎麼處理的問題 所以我們只能把這個人回來以後 怎麼樣處理的問題的法律的意見 告訴我們的行政基礎 所以你如果看這個資料上面 我記得當時我們有跟那個 有提到就是說希望 好像這個外交部這邊 就是說要若非一定要由台灣管轄 對外管人員民眾要多做教育 或者是說要告訴他們這樣子的狀況 我來跟您討論肯亞這個個案好了 在肯亞這個個案裡面 你們這樣的論述 很傷腦筋就是說我們先不管 屬地主義所便利性誰有管轄權的問題 中共官方結合肯亞警方 這算不算是一個非法辱人 因為我們看到的資料顯示 當時我們的住處已經表達抗議不打緊 我們的在肯亞高等法院也合發了禁制令 禁止肯亞警方 把這些判無罪的人遣送到其他的國家去 這是正確嗎 所以這件事情基本上 管轄權與否 剛才我們已經救教過您了 這件事情是非法辱人的國人 我們怎麼樣讓他應該要回復他正常的法律程序 回到台灣的問題才對阿 為什麼我們整個所有的官方 政治法務部 特別是您剛剛已經澄清過您第一時間的說法 反而讓人家的印象就是說 我們都在討論中共有管轄權 我們有沒有管轄權 這是一個問號還要協商 可是問了這根本不是 這是一個非法辱人的案件 我們應該盡刻把人營救回來 才進行到管轄權的討論不是嗎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就是跟大陸公安部聯絡 說你們怎麼會這樣子把人帶回大陸去 你們仍要給我們台灣 我們第一時間就打電話到大陸去 然後之後就一直在打電話 我當天禮拜五晚上我十一點多才回家 才吃晚餐 所以我們為了這事情一直在跟大陸交涉 說你們這樣子不可以把人帶回去阿 那個人家肯亞的法官都已經發了禁制令阿 法官的禁制令你們為什麼還可以把人帶回去 好我們看一下一個照片齁 就是這一次被套頭阿戴手銬阿的那個照片 我們看那個有沒有辦法把它找出來 你看你們說曾經菲律賓的案子和其他案子你們溝通過 盡可能可以不要上手銬或等等的 這一次五花大榜 手銬也靠了頭套也套了 就像ISIS要被處決的人質一樣 我要請教您的是說 既然環球時報國台辦他們給中媒的指示 代表中共官方已經吃了剩頭鐵了心 以後相關的案子 我就是要這樣硬幹 你台灣也承認我有管轄權 要不然大家就走著瞧 6月6號馬上就要到了 請問你們到底還有什麼對策 好那第一個我們會感謝外管的繼續的努力 然後再來的話呢 承認大陸的管轄權和我們要不要把人帶回來 這是兩回事 今天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因為管轄權的衝突還有禁和 那我們一直在講我們要去大陸談判 談這個事情的最基礎是什麼 我們有管轄權 所以我們才能去大陸談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管轄權的話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基礎可以去跟大陸談的 所以呢今天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們就是要去跟大陸談 說你們人要還給我們 就是這個樣子啊 請繼續加油這件事情其實還在發展中 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不希望中共它的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他們嚴正的表示 他們的已經表態他們絕對不跟我們配合 會讓未來的這件事情越來越嚴峻 請繼續加油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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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堂外期 均與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陳一傑黃昭順 所提書面執行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且相關機關令以書面答覆 本日上午 本日會議委員所提質詢 為其答覆部分令請以書面答覆 那我們來處理兩個臨時提案 等一下是不是有提案的委員要做一些說明 宣讀兩個提案我們一起處理 委員林德福、林立禪、徐真衛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臨時提案 針對肯亞跨國電信詐騙案 陸方將國人強制遣送至中國大陸 引發民怨沸騰 政府基於國家主權 及保障國人人身安全 應盡最大努力 盡速將被遣送至大陸之涉案民眾 移送回國依我國司法制度審理 違據內政部刑事局資料凸顯 由台灣人士組成之詐騙集團 橫行國際五大洲 不僅大陸每年被騙上百億人民幣 亞洲鄰國、日韓、澳、東南亞各國 也已變成詐騙對象 造成民眾財產巨額損失 甚至自強之生命傷害成為台灣支持 嚴重破壞我國國際形象 原此為有效嚇阻跨國詐騙集團 蔓延內政部因會同 外交部、法務部、 積極與世界各國簽訂 司法互助協議打擊跨國 並鑑請內政部、會同法務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針對跨國電信詐騙案 提高相關法規之行度 以有效嚇阻不法 並為國格國譽是否有當 敬請公爵 委員莊瑞雄、陳其邁、 洪宗義、趙天玲、 姚文志臨時提案 針對行政院秘書長 以行政院未處理國人遣送問題為由 未向本會提出報告 並列席備詢 又法務部列席人員於備詢時 對於相關事件處理層級 及2月16日會議召開緣由 前後說辭不一 行政院與法務部 嚴重藐視國會 言語嚴厲譴責 宣讀完畢 好 那個 這個兩個案 第一個案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第一個案是 是林立禪跟徐正衛 林德普等 這個國民黨黨團所提的案 大家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好 那第二個案 這個大家有沒有意見 這個我文字做一個修正啦 就是嚴厲譴責之外 我們把今天的這個會議的內容 好 未能 這個讓國人人身自由 得到足夠保障等 好 那 好 那 這個 這個部分 好 把我們今天開會的會議紀錄 好 有本人具名 跟 看哪一個 好 那有本期具名 我們就把今天的會議 今天的一些紀錄跟 有關沒有辦法提供國人人身自由保障的這個部分 我們移送店長 那 這個臨時提案我們現在處理完 齁 我們還有這個選爸爸要做宣讀 齁 那請求大家的意見是 我們在這裡吃個便當 趕快把它結束掉還是怎麼樣 我們昨天已經有會議結錄 那個協商結錄了嘛 那文字我們還是要做一些 確認看有沒有念錯 最後再對一次 對 要是繼續繼續念啦 其他人就先離開嘛 我們幾位委員在這裡吃便當 那念完我們再來處理啦 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所以各位委員留下來一起吃便當 然後我們會議繼續進行 把我們那個 那個調尿念一次嗎 來 OK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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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沒關係 我... 沒有親對啦 對我這樣很... 我沒有親對啦 這個意思就... 我跟會議的內容 沒關係 我沒有親對你 我很討厭 我很討厭 我知道 如果你說去改行政 他說你就過來 好 好 謝謝 有資料喔 有啦 我知道 我沒有辦法來本 因為那個 你面上真的是 快 喔 下次對 你面上的 你今天也就不來 是 我看你 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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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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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